我本有一个幸福快乐的家庭,可是不幸的是在我儿子七岁那年我前夫因病去世了。 当初我们两个人是大学同学,那时的我们就开始恋爱,在大学毕业后我们也都互相见了父母,征得父母同意后我们就结婚了,我和前夫结婚后就留在了城里上班,我们两人也过上了甜蜜幸福的小日子。 不久后,我便怀孕了,前夫对我就更加体贴呵护,十月怀胎,一朝分娩,儿子出生后,前夫就把婆婆接到我们家帮我们带孩子,婆婆人不仅好还很轻快,我们生活在一起就从来没有过愚钝,可是在儿子该上小学时,婆婆就回了老家,之后我和前夫也经常带儿子回老家去看他们。 原本幸福的生活,就在前夫去世后一切都变了,前夫因病去世了,为了给前夫看病,我们花去了家里所有积蓄,但还是没有挽救回他的生命,前夫去世后,我便和儿子相依为命生活。 这期间,我也经常带儿子回老家看公婆,每次回去,婆婆还会给我塞些钱,让我补贴家用,可就在一次,我带儿子回去看婆婆时,他却把我叫到身边对我说,你一个女人家带个孩子不容易,我也知道你是个孝顺的好媳妇。 我儿子也去世两年了,你别委屈了自己,趁年轻,能走一步就再走一步吧。 听到婆婆说的这些话,我的眼泪,止不住流了下来,后来,在父母的劝说下,我决定带着儿子改嫁了,毕竟儿子还小,他也需要一个完整的家。 在朋友的介绍下,我认识了现在的老公,他是一个农村人,家里很穷,人老实,之前就因为家里穷才一直没结婚,其实,我并不在乎他的家境,只要他能对我儿子好,我就满足了。 就这样我带着儿子和老公生活在了一起,老公是在一家工厂打工的,收入也不多,要管家里的生活开支,还得供我儿子上学,但他从来没有在我和儿子面前叫过一声泪,也从没埋怨过什么,成天一副乐呵呵的样子。